大家好,今天3月15號 那大盤的今天 正如預期的 開低左低 而且呢今天 因為台積電在尾盤 得一個殺盤 殺了12塊 所以台股呢今天 跌了255點 那很多股票 那其實在今天 排面的表現 其實都非常的弱勢 而且我幫各位點名的這些個股 都非常的弱勢 而且都是事先 叫各位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在急涨的時候 你要及時的 賣出 你抽出資金 你未來才有更大的一個機會 這一直以來 跟各位所講 我相信 你認同也好 不認同也好 因為你還在做多 當然你不喜歡 老是在這個地方告訴你 這個盤要壓回 但是在操作上 我講得很清楚 錢在數 你不能說這個地方 以身似吻吻 那我想 你也不要灰而撲吻 為什麼 明明前面有 有危險 那你要 還 往前走 那這個是不是 逆其道而行 老是我想我在操作 我衝的時候 我講過我比別人更衝 但是呢 保守 我比別人更保守 你看這個禮拜 不管大盤 漲跌 我就是堅持 我對這個盤的一個看法 那昨天 那我是不是要告訴各位 他是1月17號 1點 17151以來第34天的轉折 而且在美股的部分 我跟各位講費城 有拉回的壓力 這個在在的都是 就是 在提醒 投資朋友 你在今天的行情當中 你追高 那你是不是要三思 我想現在都還來得及 現在都還來得及 我講過了 這個盤還在一個上升軌道 你說要真正 然後去 崩盤 那我想 也不太可能 但是 會不會有這一天來到 我不敢保證 但是 目前 整個大盤 的一個結構上 其實很簡單 你先去看 指標的修正 好 跟乖離率的 修正 那未來呢 當然 如果要中期 的一個 拉回 他也有他的現象 那整個的趨勢呢 他一定會扭轉成空頭 但是現在 沒有 但是我講過 大盤在高檔 這裡 你不把 些弱勢股 包括一些 漲多的 你們認為的強勢股 你 逢高賣出 其實你慢一天 就是晚一天 因為 這個排名 每天 都在 騙各位 每天都在拉西 在初冬 你看最近 有些東邊出來的股票 一檔一檔都幫各位點名出來了 IP的個股 你看 M31今天 各位 有沒有在破底打到跌停板 那我為什麼要拿這檔股票 因為 當時 很多 分析師 他在推薦裡面 這一檔個股 但是外資 看到說 公司 他不敢把2024的 財報的預測講出來 如果說真的今年會很好 那老闆一定會 大聲的喊 就像蔡明界一樣 勇敢的喊 年發科的股價就是這樣漲 但是不敢講外資會有疑慮 所以外資他為什麼要喊賣出 這個都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股價不是說等到 跌到呢 各位 已經三四成了 那你才緩然大悟 那這個叫後知後覺 有時候呢 我都講過了 大悟 當然都是先相信 因為他先看到 所以他會即使動作 但是 閃露每次 他不相信 他都是要看 在看到的時候 他才會相信 好 所以呢 每一次都是呢 慢半拍 該賣的不賣 我想 未來呢 即使大盤來到低點 你又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該買不買 我前幾天為什麼要拿 近色理論來告訴各位 因為這是兩面的 多頭當然也可以賺錢 空頭也可以賺錢 就看說你站在 哪一邊 就這麼簡單 而且呢 如果 在技術面也是一樣 那個頭跟底 其實把它顛倒過來 是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 投資朋友 就是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其實不是投資朋友 其實 很多分析師 他也有他的盲點 但是不管怎樣 其實這個盤 那事實證明各位 已經得了 255點 那這個盤要怎麼看 我想今天 已經得到 十日先 好了 跟各位講這裡背禮 這是因為 在整個量能 他沒有辦法跟上來 但是今天是 砂 有量 因為台積電在尾盤 這一萬多張 那整個 成交量 5558億 那這是在高檔 出現了三更 各位 超過5000億的大量 那你難道要認為說 這5558億 他是善男性女嗎 他是慈善家嗎 各位你要去清楚 這一點 其實我昨天用 布林線告訴各位 現在 是在 上線 那大盤 壓回來 因為我說指標 今天正式從80 往下交叉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危機 所以我剛才跟各位講說這個大盤 在做什麼 指標的修正 而且各位你看到這一波 從這裡上漲 季線的乖離 過大 他也要修正 這是 必然的 修正 他沒有說 是絕對 但是 他是必然的修正 我想各位這應該很清楚 那這一波呢 他修正當然 他只是一個 修正的格局 但是 會不會呢 成為了中線的 左空 那這個也要看說在整個線形有沒有辦法左平 或是翻空我們再來做觀察 但是老師我現在跟你講的就是在整個大盤的 結構上 他就是要 拉回整理 所以呢 以不連線的角度來看 因為他是 往上 所以今天 下禮拜支撐在 19,249點 19,249點 如果這裡不守 那這個盤會回撤 18,282點 就等於說 在 18,282點 這個就比較說 在整個大盤呢 他可能在結構上 有更大的疑慮 但是 在短線上 他19,249這裡 他會有一個支撐 他能不能夠 這個地方鎖得住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 下禮拜在觀察的 重點 但是大盤 大盤現在先不要去討論說 他會不會再過 20 19 這個歷史的一個高點 我想 現在壓力在2021 這個是往上調 就往上調 所以整理的架構上 我在跟各位講說 跌破 大盤 這三天已經出現 5000以上的大量 下禮拜只要跌破 只要跌破 磁日線 他要來挑戰的 就是 夜線這個位置點 大盤 是跟布年線 的一個中線 這個位置點 也是 在這一條上升 趨勢的一個軌道線 所以 在下個禮拜我們觀察 當然就在這個位置點 會不會做反彈 但是 彈上來 短期間之內 各位 也不要追高 那可能就是有些股票 他彈上來 要讓各位適時 做一個 賣出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因為現在很多股票 其實 不管說在 二月份的營收公佈 連報呢 也陸陸續續在公佈的話 那索息戶當然要建公婆 但是 在 這一波呢 從ES7號上來 他是財報的空窗期 那是屬於一個什麼 投機的 行情 所以很多股票 他只要卡到 一些好的題材 他就會直接噴出 直接大漲 但是大漲之後 那當然 這個地方 你要 現行 你混水摸魚的 這個都是要什麼 你都要跳水的 一定要跳水 我不相信說股價 沒有業績支撐能夠一路飆漲 但是 公佈出來業績很好的 他或許會 會反映 但是各位 你也要看股價的位階在哪裡 如果真的 利多出來股價不漲 你要特別的小心 那 在美股其實 我也跟各位講的 很清楚 來各位 美國三大指數 我昨天跟各位講道雄 壓力 但是道雄的現行 他還在 經濟之上 或許道雄這個地方 他還會一個高檔震盪 但是說 在整個費城指數部分 因為 回答的股價 其實我在 前幾天跟各位講 他上檔的壓力 不容易突破 或許在下個禮拜 或許在下個禮拜 會有什麼利多我不知道 因為要開會 什麼利多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股價呢 他有 不相信說 股價一天 他會重挫 可能 10% 或是 10幾% 我相信 會有那一天 但是 會不會來到 這麼快來到 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要告訴各位說 股價的一個操作上 漲多真的不要去追高 費城指數當然 晚上很重要 月線 因為他也是來到 中線的位置點 那如果說月線不熟 那道琼 他要來挑戰 4359點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比較大的壓力 老師在這個地方當然 我事先來告訴各位 實際上說 各位呢 都能夠去散掉 一些呢 不必要的 這樣的一個風險 因為 我講過 我不是說 那我在 空一些個股 那我就來恐嚇 投資朋友不是 因為老師是心疼你們 鎖上這些個股 如果 套老太深 真的 很難解套 那最近呢 會跟各位講說 在拉西出東 你要特別小心 你看到今天拉鴻海 拉到快漲停板 那鴻海 他已經來到110年 134塊 這個 壓力點 這個是 高價的位置 今天已經來到132 這個高價 會不會突破 那我想 我們先不要去 講 鴻海 會不會帶領整個大盤 往上去 挑戰高點 我想今天各位拉到快漲停 大盤也被沒有漲 那鴻海的意義 其實很簡單 各位你看到 外資他不是 慈善家 我講過了 外資呢 他會騙各位 那你看到他現貨 這幾千億 他怎麼出 因為他後面呢 其實都是 買在台積電嘛 所以 他要掩護嘛 那鴻海 他的機器很低啊 去年賺了一個股本 所以股價沒有漲 外資當然 他買再多 鴻海都沒有風險 但是台積電 股價 他目前 他是呢 七八百塊 各位 那買這麼多 如果 那大咖的 誰先把他賣下去 那外資 那是不是呢 就 獲釋了賣股票的機會 但是 這只是開玩笑 那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台積電 在外資的鎖里 他是在操控什麼 操控期限貨 因為台積電佔 整個大盤 持股比重 三層 所以台積電一鎖 當然對 台積棋 這裡的波動 會非常的大 那 外資不知不覺當中已經佈了 一萬 多口的空單 我想他不是 食尚家 各位要記住 那你一定要 去領先 外資的動作 為什麼每天要盯著他看 因為 我們也怕大人避免 那這孩子當然 大人避免會怕 所以 操作就是要 真的 時時刻刻 都要繃緊什麼 神經 你不要說老師 最近呢 那我在短空的這些個股 其實 如果以正常來講 獲利 真的也不錯 像神盾這個都是可以兩成 那資方各位看到 那我們最高512放 那資方今天又破底 今天說在四五四 能不能夠賺錢各位也清楚 才幾天的時間 一漲字 字帮各位 那一張賺6萬 你10張又賺60萬 那只是 方式不同 方式不同 那只是一個 反向 反向的操作 但是各位要注意說 因為 最近的各位看到說 在報紙 報紙當然都是 給各位的一些 追股票的理由 你看最近經濟日報 我單單看我每天 都在搖頭 為什麼 台股向前衝 資金 行情 燒 新的ETF 什麼火紅 ETF為什麼在 之前 低檔的時候不去發行現在 才發行 那我也不知道 那 反正就是 年輕人他比較不懂這一塊 比較不懂這一塊 那我想 你去買 有時候你說你買高股息 你月月配 你拿到股息但是你不會去撇掉 差價嗎 我不知道啦 你們自己去 去衡量看看 經濟日報 你看 集團作賬 什麼外資搶買 外資搶買 外資搶買 買這麼多的他還在搶買 你有沒有感覺說下這種標呢 對 我不知道啦 你們的想法 大多頭氣盛 我想 還有什麼台股 新系 融建回補 回補炒來了 我知道 股東會前系 當然會有 空單的回補 就像說我們短空 你看蓮亞 22號 他要 融建回補 但是 你們注意啦 因為我沒有叫各位去空 我只是說 那這種股票頭部就有一點 快成型 那22號以前 那我們下禮拜把 補回來 我想都還在賺錢 都還在賺錢 但是你說融建回補 股票一定要跌 各位來我們來舉例一檔個股 你看到 這檔叫安國來各位 他在最高點的時候融建在這裡 但是他融建 回補回補到最後你看到 現在只剩1%左右但是 安國股價已經跌這一段 所以 融建回補 那你要去清楚 前段時間 這一路在 嘎的時候支劍同步在生 所以有人用融資 嘎什麼 嘎呢融建一路嘎上來 但是融建 你從低頂這上來 已經都各位 都被 被斷了差不多了嘛 誰會在那邊 去 顧空單 各位你要去清楚說 為什麼空單這裡一路補 那股價是這樣跌 你要去了解人家 主力大戶的兩手策略各位 我想你們不懂這個的話 那你要去操作 這非常的危險 為什麼 神盾我 空他他就下來 為什麼 之前 他下來就會往上漲 下來就往上漲你每天空他 你每天被打過高 所以最籌碼的這一塊 各位 你們真的要 深入的去研究 不然的話 這個地方其實 你在多頭 你做空 在空頭做多都是危險 至於 我只是要這樣告訴各位說 在操作上真的 不要說 用你的方法 或是說 在 用 一些 可能 比較 來告訴各位的 來告訴各位的 一些訊息 那這個你們去接收都是非常危險 你看 一些股票其實 你看萬倫 對不對 這我們不要去講說啦 你看 單身心浦 對不對 昨天 三年賺三個股本 那 那我說三年賺三個股本 一年也是一個股本吧 對啊 但是股價可以 一路拉 各位 對不對 各位看到 那今天 也是一樣 但是你看到消息這兩支 這兩支下來你看 你就賠掉這兩支了嘛 對不對 所以股票不是這樣做的 你看之前 也是一樣啊 消息面 很多的時候啊 你看到 M31 各位看到 是不是得一段了 那我 我已經事先 提醒你了 各位這一天 我是不是提醒各位 這兩個股 你要趕快賣 我想我在節目上都有跟各位講 不是 我事後再講 今天 季線破了 打到跌停板 那這個 跌升之後或許會有一個 VPO反彈 但是 我講過VPO反彈是要讓你賣的 如果說這個大盤 他真的轉 中空的話 因為現在還沒有 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那一些個股 ABC的調整是必然的 那你VPO你不賣 那等CPO這一波 跌得更兇的時候 我想你連賣都來不及賣 那我只是事先的告訴各位嘛 做股票當然我們不能說 字後再來論 那這個都是來不及的 我相信 很多股票 我昨天跟各位講的像 矽光子 各位你看到 像 信心來 你看風海今天起 你說信心 你去救你看 有沒有 你去追 那信心各位 他也跌了一波了 這不是說我在這裡 然後來恐嚇各位沒有 那我昨天跟各位講聯亞你看 那這 那這3 3月22號 他要龍劍回補 但是各位 你說龍劍回補 是左這樣 但是你們也不要說這個地方去空 我只是告訴你說聯亞 這個地方各位 他說在 142.5剛好在這個低點 如果下禮拜開低 那這個頭不是成立的 那是不是成立了 我想這個就是 我們要事先去 預告嘛 賣錯了也沒有關係 但是 至少你可以閃掉一波的風險 對不對 你看 之前很強勢的各位 你看到 這個 未花電 你看之前你看 很強啊 但是你看到這一波 跌下來 未波 沒有反彈上去沒有賣 你看 是不是下來 他未來會不會走55波 各位 所以這個 因為 在這個地方各位看到說 他一路一路一路上來 但是你看到 也是一樣啊 空單是 在最高點 一路補 一路補 所以之前這個是軋空上來的 沒有錯吧 各位 現在空單 剛剛 補完了要不要殺都 你們自己去 判斷 我只是 這樣這樣的 比較說 危機的一個 族群 個股 你看到 一樣啊 你看 這個是我跟各位講 三葉做頭股 這叫一發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都是 各位你看到 M頭 今天 早盤 鎖到漲停板 各位 這 這三四根下來 一根 反彈上去 那你說認為說 他要再大漲了 沒有啦 各位 都是同樣的 之前軋空上來 空單補完了 未來會不會殺多 這個你們自己去 判斷 我只是 告訴各位 IP的個股 我像 四星昨天 漲停板 今天也是拉回來了 所以 我說 反彈 你們 自己呢 要捨得出 如果說你又錯失了一個 比較 好的一個賣點 那我想 各位 以後呢 那股價呢 各位 就很難回頭 你看 創意 那是台積電的 公司呢 各位 子公司呢 那這個頭部都已經成立 你看 他現在在索1315 如果再破的話呢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到 當時呢 這台上的 你不賣 你看就殺這一波 那是很深的 那你 你1000 你1000 1800 1800這裡去買的 那我想 我看一下 因為字很小 看一下 大概多少來 1895 你看 你到今天剩多少 1315 175 這樣 560萬 這 都不贏 對吧 不賜 你看到 670萬 各位 這樣不見了 那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呢 我講過真的 在這個地方 在整個大盤 他才剛剛下來 真的都來得及 那我們跟各位講的點線面的族群效應 其實都在發生了 那 矽光子轉弱 我跟各位講不要追高 你也看到信心聯亞 聯軍 既 神盾 創意 字眼 這些四星 他們 31 拉回之後 各位 那是不是呢 換到這些 個股 我想這個都是你們 去驗證 因為什麼 最恐怖就是你鎖上好股票 好股票 真的啦 各位 不行 你也真的要賣 好 這都是我們提醒各位的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好 那 我講過 如何解套 那100塊到80塊你賣都來得及 因為當時你買10張 在這裡 賠20萬 你還有80萬 那你流現金沒有關係 你現在你賠20萬都來得及賣 等到說 殺回來到50塊 你再買16張多買6張 你到63塊各位你就解套了 這個就是幫各位 用解套的方法 我希望能夠幫到各位 那下禮拜 或許會有一個 得生的反彈 但是投資朋友 任何的反彈都是要讓你 賣出的 真的不要 這個地方上來又不賣 那以後呢 等到急殺 不急賣的時候 我想 各位你就會 藏起套了 所以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 準備好下禮拜 我們又是一條好漢 下禮拜再見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付投資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學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同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 做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 輕鬆理財 掰掰